过完年,胖到同事认不出来 嗨,大家好,是营养师Penny 年假结束了 想要减掉过年期间大吃大喝增加体重吗? 用错方法小心越减越飞 这期我们要来破除减肥过程常见的迷思 第一点 不吃东西可以瘦得快 进食是阻断所有营养素的吸收 使体重快速下降 但是也会造成新陈代谢变慢 造成肌肉量流失而影响生理机能 一旦恢复饮食之后呢 身体还是会把所需的热量囤积回来得不偿失 所以答案是错的 第二点 完全不吃油是减重的王道 油脂摄取不足呢 会让身体更容易饿 取而代之是摄取更多的淀粉类 而增加减重的困难度 所以答案是错的 第三点 吃素会瘦 多吃素菜呢 的确对减重有益 但是呢 容易增加淀粉类食物的摄取 而且素食料理为了美味 往往添加过多的油盐糖来做烹调 所以呢不一定会瘦哦 所以是三角形 第四点 有运动就可以不用忌口 透过运动呢消耗的热量往往有限 小小的一块起司蛋糕 你可能就要跑超过三十分钟才消耗的掉 因此要运动也要忌口 所以答案是错的 第五点 计算机狂算热量几大卡 热量限制呢是正确的方法 但是吃同热量的垃圾食物跟健康食物相比 减重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哦 因此选择对的食物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对的 要如何正确的减肥呢 把握加减成出四大原则 让你年后瘦身不困难 加 增加蔬果的摄取 每天呢至少摄取五份以上的蔬果 而且以蒸煮为主 减少油炸及热炒的烹调方式 减 减少热量的摄取 每餐七分饱就好 同时减少精致食物的摄取 多吃圆形的食物 是养成益色体质的方法哦 成 成群好友一起运动 若有朋友的鼓励 减重的几率可以从原本的20% 上升到85% 同时也可以减想不想去运动的借口 是养成运动习惯的好办法 除 除去不好的油脂 现在人油脂摄取比例严重失衡 Omega 3油脂普遍摄取不足 Omega 3有助于心血管保健 将低血胆固醇同时帮助脂肪代谢 建议每周吃2-3次的鱼类 或者是以鱼油紫苏油当作日常保健 把胃胀四大原则 有助于体重控制 恢复年前身材 别忘了减重有狠心与毅力 才是最重要的哦 神脑关键报 我们下次见